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防备非婚生的小龙女 所以把资产转移给了妻子 热搜上了一天后 成龙那边否定了婚变的传闻 称只是内部植物调整 成龙不仅是圈子中地位很高的武术演员 而且还是中国功夫电影的代言人 前几位功夫巨星李连杰和红金宝都早就退出了舞台 只有成龙仍然活跃于屏幕上 这种敬业精神确实值得粉丝们尊重 但一段时间未露面的成龙突然被媒体曝光 他已经退出了妻子林凤娇的两家公司 据报道 成龙撤离的两家公司都是在2007年2月成立的 当时他们由成龙和林凤娇持有 但现在更改后将由林凤娇全部持股 这一消息一出就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娱乐圈的明星夫妻一旦涉及这种变化 将不可避免地让外界猜测是否有婚姻的变动 在此之前冯绍峰和赵丽颖也有同样的操作 细心的网民发现成龙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与林凤娇同框了 此前2020年2月 林凤娇出现在成龙剧院探班中 并被媒体拍下了久违的桶框照片 同时成龙特意伸出手让妻子牵着 但是他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亲密 因此媒体报道两人遭遇感情危机 一年后成龙突然退出了林凤娇两家 已经创立多年的股份公司 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感到他们是否私下情算财产 并为下一步宣布离婚做准备 据悉林凤娇和成龙刚刚相爱的时候 名气比他还大 当时林凤娇刚刚凭借着电影《小城故事》 获得了第16届台湾金妈奖最佳女主角奖 正是大红大子之时 媒体还将林凤娇跟林青霞秦汉秦祥林 叶祁合称为二秦二林 成为了70年代穷瑶剧里 大家心目中当之无愧的男女主角人选 如果林凤娇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在影视界的地位应该会不输林青霞 然而一次的邂逅却改变了她的人生 在拍摄杂志《银色世界》时 前来选照片的成龙认识了恰好也在现场的林凤娇 林凤娇的华容月貌 所以让本来就华星的成龙为之倾倒 成龙主动邀约 林凤娇也欣然前往 然而比起两人的烛光晚餐 成龙更喜欢的是带着林凤娇跟自己的一帮兄弟们 在类似大排档的场合胡吃海喝 林凤娇没有嫌弃 反而陪着成龙招呼兄弟们 这也让成龙的一帮兄弟对林凤娇评价很高 说他人很好 刚刚跟邓丽君分手的成龙也感慨地说 林凤娇跟其他的漂亮女孩不一样 他既接地气又朴素 就冲着他跟自己的兄弟相处得这么和谐 他就决定要跟林凤娇在一起了 林凤娇出身贫苦 很小就出来社会赚钱养家 面对着成龙的一身豪气和义气 自己也心动不已 于是两个人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当时两个人的发展都是如日中天之时 所以不敢轻易公开恋情 但就在这一时林凤娇却怀孕了 完全没想过结婚 更没想到过自己这么快当敌的成龙 一时不知所措 一番商量下 他们决定 让林凤娇独自远赴美国待产 一切都要保密 林凤娇没有埋怨 也没有趁机闭婚 而是在拍摄完最后一场戏后 乖乖地去了美国 自己租房子 每天买菜做饭 成龙给的不过是偶尔的几句关心 毕竟那个时候 他正在没日没夜地拍戏 根本无暇照顾林凤娇 终于预产期要到了 成龙安排好工作后赶来美国 林凤娇在临产前 云淡逢青地问 孩子就要生了 我不希望儿子出世以后 在父亲那一栏 不知道写谁的名字 就这么一句话 起到了四两勃千斤的效果 成龙终于决定马上结婚 其实林凤娇真的很聪明 他知道如果给予时间 成龙考虑 他可能最终会选择离开 但如果把事情放在了迫在眉睫之时 他就有可能来不及思考 只能答应了 从怀孕开始 独居的林凤娇就已经想好了 即使不能跟成龙日夜享受 也要名正眼顺地跟孩子一起长大 成龙有多花心 林凤娇并非不知道 但他骨子里的婚姻观念非常传统 守着一个人 一个家 做好分内的事情 静静地等待自己的男人归家 林凤娇的性格非常能忍耐 他能忍受自己的男人在外面逢场作戏 但与此同时 他也坚信自己可以一步步感化成龙 但成龙并不是这样想的 一心想要自由的他 总是想着各种借口跟他离婚 并且在财产管理上 自始至终都对他有所防备 只因为亲眼目睹过自己的兄弟 被老婆骗光全部财产 但是林凤娇做得真的太无可挑剔了 他根本找不到离婚的理由 直到吴奇丽怀孕 当时新闻大肆报道 成龙准备打电话跟林凤娇沟通 他心想 只要林凤娇先开口骂他一顿 他就可以顺利成章地提出离婚 想到这里 他甚至非常开心 结果林凤娇在电话里 没有责怪他一句 只是平静叮嘱他 不要伤害别人 也不要伤害我们 你自己先解决好 不用管我们 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他突然非常悔恨 他觉得自己真的坏透了 林凤娇的十大体 让成龙心感羞愧 至此 成龙开始完全信任林凤娇 并且把财产都交给他大力 虽然在感情上 他依然风流 但没再让任何女人 威胁到林凤娇的地位 林凤娇帮成龙打理财产 管理公司紧紧有条 大家才知道 林凤娇并非弱流之辈 他内心坚韧 有主见也有能力 其实对于婚姻关系 林凤娇早已心如明镜 他把选择丈夫 当成是人生的投资 开头都不顺 中间偶尔的失利 他都有心理准备 因为他要的并不是一个过程 而是最终圆满的结局 林凤娇看似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是这长达几十年的婚姻生活 他却生活得更单亲家庭无异 成龙只是偶尔回来 在更漫长的日子里 他的世界里都只有房子和孩子 选择了成龙 却全然没有了自己 儿子房祖明曾经说 林凤娇多年来一直都不快乐 但他不愿意离婚 而是把希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 成龙尊重他 但并不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家 很多人都听说过 关于成龙接房祖明放学的故事 小时候的房祖明 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成龙可以来接他放学 他想让所有的同学都知道 他的爸爸是成龙 于是成龙专门抽出时间 亲自去接他放学 然后学生们都走光了 还是没有看到房祖明 原来当时成龙去的是小学 但是房祖明已经上中学了 最后碰面的时候 房祖明心灰意冷地说了一句 我已经读中学了 同学们都走光了 这就是房祖明小时候的日常 总是在等待父爱和失望之中 反复徘徊 为了弥补父亲的失职 得不到丈夫周全之爱的林凤娇 便把自己的全部心思 都放在了房祖明身上 房祖明执意要尽饮是全时 林凤娇伤心地大哭 我已经没有一个老公了 我又要没有一个儿子了 但反对归反对 最后林凤娇还是选择当了儿子的经纪人 继续护他周全 可是事实证明 过度的宠爱就是溺爱 房祖明后来因为稀释违禁品 坐牢六个月 汇出了娱乐圈 林凤娇守住了家 获得了成龙的尊重和信任 但他却未得到成龙全心全意的爱 他对孩子付出了百分百的爱意和栽培 却未能获得一个一百分的好孩子 原来钱是真的买不到一百分的幸福 曾经有这么一则娱乐新闻广为流传 日本女星每个月领十一万生活费 半年见不到老公 平时的消遣就是会友带娃 没想到当时底下的评论瞬间炸了 令人意外的是 大家并没有觉得这位女星有多惨 反而很羡慕她的生活 甚至觉得有钱有娃美老公的生活 真的不要太爽 其实这种生活林峰娇一过就过了几十年 但很少人会说她过得很爽 大部分人的人都觉得她的人生有点悲凉 但说她失败吧 她却赢得了尊重和地位 还手握巨额财产 只能说在这段婚姻里 她一早就理清了得失 付出的多 得到的也不少 关于婚姻 有人会选择踏实的人安稳相伴一生 也有人坚信自己会是最独特的一个 能改变浪子 但从来都不会有所谓的足够深情 能换浪子回头 真实婚姻的残酷之处是 当你拥有一场并不愉快的婚姻时 要么认出一个完美的假象 要么就狠点走出自己的人生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